俗话说的好,一山还比一山高,在三国时期绝对不止诸葛亮一个牛人,别的领域不说,单就在军事领域,诸葛亮就有很多地方玩不转,当年诸葛亮北伐之时,面对司马懿固守不战的策略,诸葛亮无可奈何,面对刘章死守城池之时,诸葛亮同样是束手无策,后来刘备私下收响马超,这才成功拿下了成都,其实在三国时期,诸葛亮也好,刘备也罢, 他们都有克星,甚至是晋朝开国始祖司马懿,他也同样有克星,今天就来说一说,刘备、诸葛亮、司马懿他们三个人都忌惮的一个天威大将,此人是谁呢?他就是曹魏无子梁将之一,排名第四位,且被曹操奉为车戚将军,他就是张和,说到这里或许很多看官会有一个问题,既然张和如此厉害,那么为什么曹操把他放在第四位呢? 道理也很简单,不信你看看张和的职位是什么,张和在曹魏乃是车戚将军,而张辽是前将军,越进为右,于进于安远将军,又将军徐晃,车戚将军乃是古代职位较高者,一般来说除了大将军,也就是车戚将军职位较高,换句话来说,张和的职位是要比张辽,徐晃,越进,于进都要高的, 况且在三国时期,曹操已经将车戚将军设置为常用职位,也就是说这个军职一直存在,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呢? 曹魏对张和的信任,对其能力的肯定,一,张和到底有什么能力,热身赛,让马超认怂。 说到张和的真实能力,或许很多看官并不知道,很多人或许只知道张和起初乃是袁绍手底下的大将,在关渡之战之时才投奔的曹操,这一点不假,但是张和刚刚进曹营,便被曹操破格提拔为天将军,并且当环众高呼道,如威子取音,韩信归汉也。 曹操这句话,足以看出他对张和的器重与信任,而张和在投奔曹操之后,也跟随其征战四方,攻打叶城,圆潭,讨伐管城,破乌环,击退马超,总之张和绝对对得起曹操封他的官职,在三国志《夏侯渊传》中有记载,和之卫水上,超将低枪数千逆合,为战,抄走,和进军收抄军起谢。 在上面的史料介绍中,证明马超当时带兵与张和遇上,但是没有跟张和对战,直接掉头便走,然后张和收取马超粮草,资重,且收回当时被马超占据的几个线,等到夏侯渊赶到时。 张和已经打完收工,马超当时为何不战,一者处于下风,二者惧怕张和,害怕打不赢,毕竟张和在野外作战有着天然优势与经验。 二、张和跟刘备交手,让刘备束手无策,动用了川属女兵,公元218年,刘备为了收回汉中,率领精兵攻打屯于杨平关。 而当时夏侯渊,张和,徐晃三人负责对付刘备,然而,当时刘备并没有攻打夏侯渊,也没有派兵攻打徐晃,而是直接派遣优致兵力攻打张和。 刘备为什么要攻打张和,道理很简单,在刘备心里最惧怕的就是张和,只要把张和打败,汉中就可以到手了。 为此,刘备是调用了上万兵马攻打张和,在《三国志》有记载,北京族万鱼,分为石部,夜级攻和,和率亲兵搏战,被不能克,这很尴尬。 刘备当时虽然趁着夜色猛攻张和,但是张和最终还是可以带队将刘备击退。 刘备本想打张和一个措手不及,不料自己却被张和给咬住,在紧要关头,刘备只好写信让一周的诸葛亮赶紧派兵过来帮助自己攻打张和,这个人实在是太难缠了。 诸葛亮当时以为,一周兵力不多,根本不足以支撑日常工作,本不想发兵支援刘备,但是川属谋事,杨红却道,汉中,一周咽喉,存亡之机会,若无汉中,则无蜀矣。 此家门之祸,也发兵何以。 杨老师一语惊醒梦中人,诸葛亮下意识到,汉中的重要性,于是诸葛亮在一周准备兵马,甚至是动用了女兵,让他们全部上战场。 总之在汉中一战之中,刘备这边是做到了男子上战场,女子运军粮,具体史料,可以参照资质通鉴。 后来法政,黄中在定军山利用齐谋把夏侯渊给斩杀,然而,仗前消息官把黄中斩下侯渊的消息告诉刘备之时,刘备却吼道,斩个夏侯渊有何用,要斩就斩张和。 作为蜀国的老大,刘备如此说话,显然是不公道的,特别是对于老将黄中来说,同时,刘备这样说话,显然也有失体面,这让黄中的老脸往哪里放呢? 一大把年纪还出来打仗,好不容易立了头功,却换来这样的话。 当然了,刘备不合适的话语被承受忽略,但在位列之中是一字不漏的记录下来了,位列即杀冤,被曰,当得其回,用此何威胁。 恐怕这句话,不但让黄中无语,同时也会让法政,诸葛亮都无语。 三,让诸葛亮束手无策,第二次北伐无功而返。 公元228年,诸葛亮发动第一次北伐,此次北伐由于出其不意,曹魏方面丝毫没有准备,同时诸葛亮声东击西的战略也的确灵活。 因此很快便收服了,南安、天水、安定三郡,同时还把江围给挖走,不过曹魏方面很快便派起了旧兵,当时张和都诸君在阶庭阻挡马足,断舍切梁让马足无法守住阶庭,由此诸葛亮指得退军,第一次北伐诸葛亮也指得以失败告终,然后第二次北伐。 诸葛亮也是选择在出军失利之后,也就是在公元229年初的时候,诸葛亮料定曹魏集团不会防备自己,因为自己刚刚打了败仗,要防李英防东吴才对,因此诸葛亮才选择在刚刚打了败仗之后,迅速又向曹魏发起进攻。 公元229年,诸葛亮大军进攻陈仓,曹瑞急召张和到京师商议对策,曹瑞当时以武将的最高级别对待张和,派遣三万精兵,还有五位,虎奔两个营的兵士来护卫张和,曹瑞如此大做文章派遣军事给张和,足以证明此时的曹瑞有多么的仰仗张和。 曹瑞询问张和,等将军到达陈仓,估计陈仓已经被蜀军给夺了,张和当时却说,比陈卫道,量一走矣,屈指寄量量不至时日。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?很简单,依老将预估,还没等我到达陈仓,估计诸葛亮早就走了,为什么呢? 也为诸葛亮这次是搞的突袭战,如果短时间之内没有成功拿下陈仓城,绝对坚持不下来,也为他所带的粮草,绝对不多,最多也只能拐上十日所用。 后来,张和一行人马果真没有到达陈仓,诸葛亮便退军了。 而成与屈指和属也从张和之口一直传送至今,直到今天都还有不少人在使用成与屈指和属。 四,成为司马懿掌控曹魏大权的绊脚石,在曹操战死之后,其实曹魏军事行动很多程度上便仰仗于张和,及曹真等人,而张和乃是外星大将之中的佼佼者,无论是带兵还是参谋,他都不亚于司马懿。 而司马懿虽然是曹操的托估大臣之一,但是曹操当时交代曹丕要慎用司马,到此也要防着他,意思就是害怕他会夺取曹魏的政权,因此在曹氏几代掌门在位之时,无不小心提防司马懿。 而司马懿呢,他也是生怕出丝毫差错,不过在诸葛亮第四次北伐之时,他便利用自己大都督的职位,恶意让张和带兵追击当时正在撤退的诸葛亮。 张和怒道,军法,围城避开出路,归军勿追,此乃是张和对司马懿的奉告,但是当时司马懿确实是官大一级,无奈张和只得执行命令。 而另外一方面,诸葛亮深知张和的才能,要想打败曹魏必须要除掉张和,因此诸葛亮将为等人合计除掉张和的方法,在穆蒙古之外,诸葛亮命蜀军安排伏击。 利用高地势,对追击而来的张和军马进行疯狂射击,由此张和的老命就安排在了战场之上,其实从张和最后对上司司马懿的话语来看,当时张和也料到了此去的风险,但司马懿当时主管全局,张和虽然知道此去凶多吉少,但始终无法拒绝,而司马懿呢,因私费功。 唯一的好处就是,司马懿除掉了自己一直无法去除的克星,同时间接帮助。 刘备、诸葛亮等人除去心头大患,在中后期的张和,论实力,也只有武圣关羽在世,才能与之一战了。 因此在曹操面前,张和更受他待见,而且司马懿是一个野心很大的人,所以曹氏父子一直很提防他,反而很信赖张和。 所以在司马懿看来,张和是自己的克星,也是阻挡自己的人,后来的司马懿甚至为了自己的恩怨,在北伐战斗中给张和使绊子,后来张和也确实因此将自己的命断送了。 通过司马懿对张和的顾虑,以及刘备,诸葛亮连续几次被张和所打败来看,张和是一个难得的人才,所以他们都是张和的手下败将,也只有关羽才能与之一战,张和这样的人才实属难得,就连刘备和诸葛亮都不是他的对手,纷纷被张和所打败,而曹操有了张和这样的人才,才能让他的霸业得到实现,但是这样的人才也会招人嫉妒,比如同为曹操手下的司马懿, 在司马懿看来,张和一直是自己的克星,是自己前进道路上的阻碍,所以他们在北伐战争中,司马懿就多次利用职位来压制张和,给他使绊子,也正是司马懿的报复,让张和这样的英雄丧身,这样一位全能的军事天才最终竟然牺牲了,因此让人感慨万千, 在三国时期,能与张和相提并论的,也唯有蜀汉名将关羽了,当年关羽在关渡大战中,也曾与张和交过手,据记载,张和出头曹营时,袁绍部将严良率领五千猛士前来劫击,张和只带数百人营敌,竟大破严良军,其战功之勇,令在场关战的关羽也为之折服,可以说,关羽是最清楚张和实力的人之一, 所以当刘备得知张和阵亡的消息后,立刻叹息道,今天才是大喜的日子,诸葛亮也说,张和一死,数到通了,由此可见,张和的军事能力之强,连令刘备,诸葛亮这样的猛将都心生忌惮,在他们心目中,张和无疑是夺取汉中,实现南北统一的最大绊脚石。